不大了 能帮助人觉悟 这个福报就太大了 为什么 改变我们生活的品质 决定是要智慧 有智慧 他样样自己会修 都能够得到 没有智慧 怨天有人 天天怨恨 老天不公平 为什么别人有 我们有 这个不但不能得福 还在造罪业 那他的果报 苦上还要加苦 这就错了 所以祝福如来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落 这个 苦乐是果报 果上没有法子帮助 要教他修阴 阴呢 是破迷开物 迷破了 苦就离开了 救了啊 你就懂得怎样 去得到真正的自在 佛帮助众生 一生 从事于教学 唯有教学 那是道道 真正实实的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落 而且他这个利苦 讲到究竟苦 究竟苦是什么 生死啊 这是究竟苦啊 得落的真落 我们这个世间的落 不是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 佛法里面举的比喻 也很有意思 这以前 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他说你想 你吃东西吃得很好 后口味很落 如果叫你连续吃个十碗 二十碗 你就不落了 落就变成苦了 这落是假的 苦是真的 苦不会变成落 把你一鞭子苦 把你十遍二十遍更苦 不会变成落 这个我们要把它想通 年轻人喜欢跳舞 唱歌 落 叫你唱三天三夜 叫你跳七天七夜 你就苦了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 落会变成苦 苦不会变成落 所以佛说 苦是真的 落是假的 按下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抬转 下来